香港家宣 岑浩强院长 新型冠状病毒的出现 产生了很多疑问 由疫情初期大家问 究竟这种病毒是什么 应该怎样医 到前年我们开始问 怎样才可以鼓励大家 继续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 去到去年的6到7月 政府开展了疫苗接种计划 已经三个多月了 大家开始对疫苗有更多的认识 我们跟进了其中 大概一千位的受访者 看看他们对接种疫苗的意愿 有没有改变 那时候已经有大概四分一的 受访者接种了一剂疫苗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愿意打针吗 原来六成的人 是希望保障个人和家人的健康 当然了 也有半数的受访者 是因为工作需要所以打针 到了第三阶段 即是由去年年底 一直到第五波疫情的期间 受访者的接种率 已经由四分之一上升到百分之八十 主要原因是因为爆发高峰期 大家都希望用疫苗去保护自己 这个都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个调查也让我们发现 想不想打针和真的打不打针 新冠肺炎的亲身经历 即是说如果自己或认识的人受过感染 或者住的地方出现确诊个案 都会影响打不打针这个决定 我认为接种疫苗的意愿和疫情严峻程度 和防疫政策也有关系 例如第二阶段的访问正值第四波疫情放缓 受访者接种疫苗的意愿稍微下降 去到第五波疫情出现Omicron 又有疫苗拖行政计划 接种疫苗的意愿和接种率都有上升 讲明些什么呢? 或者就像院长你一直以来的风格 肛油并制那样是有用的 肛就是指制定和执行适宜的抗疫政策 例如要满足个别行业工作崗位的需要 这个对接种疫苗是一个诱因 由就是要加强宣传和解说工作 大家越是理解接种疫苗的益处和迫切性 越能够减低对接种疫苗的疑虑 我的其中一项研究重点是老年学 我明白要长者走一些事做决定 他们倾向会相信身边的人的意见 例如家人朋友或权威 例如政府或社区中心的社工等等 所以我很认同你和你团队作出的建议 要鼓励长者接种疫苗 除了要提供接种疫苗的诱因之外 更应该投放资源 去减低他们对于认知 社交和文化上接种疫苗的阻碍 院长我们每天都面对很多新的问题 就等我们 理大医疗及社会科学院的一班研究员 一起追寻更多答案 为一个有一个的社会问题 找到解决良方 Elsie 奖 2022年5月28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